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然宣战 丈夫忍气吞声 报复背后的真相 他们究竟孰是孰非 什么样的客户要把手机关机 要不要我再去一下 要谈几天几夜 我们不要去生气要争气 你争的是哪门子气啊 这个世界上有施虐的 往往是因为有受虐的那一个 一个人不断地去犯错 这个人没错 原谅他的人才有错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以错至错的妻子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李津平 李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分别是沈女士和刘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先说说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第一个诉求我就是来离婚 第二个诉求我就想问问我老公 在我生病的时候 我老公走了 把我一个人抛在上海 所以我今天 我就是要他跟我一个说法 这件事情和你第一个诉求 要离婚有没有直接关系 有 这次叫我太伤心了 我还希望不离婚 因为我们这个婚姻是吧 走了已经三十多年 毕竟还是有感性 我也不想离 刘先生挽留妻子 看似颇有诚意 可沈女士却没有丝毫心软 坚决要离婚 沈女士说 过去的三十年 她曾无数次地想过离婚 但因为种种顾虑 一次次地犹豫心软 最终离婚一世 便不了了之 唯独这一次 沈女士是铁了心 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把婚给离了 那么这一次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沈女士决心要了断她们三十年的婚姻呢 沈女士说 一切源于去年年底发生的一件事 正是这件事 让她对婚姻的最后一点念想都破灭了 25号嘛 我开始痒 27号那天早上我起来就上班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嗓子都哑得说不出话了 就是 等我在单位上已经人开始发高烧了 我就提前下班回来 我到家的时候门也锁了 车开走了 人也找不到了 她说去哪了 上班了 还是干什么了 打电话就是打不进去 打我的微信 电话全部拉黑了 刘先生 这什么情况 我想吧 我是22号也痒了 我痒了之后 她从来不管 我天天在吃药 根本没人问 我就第二天到那个上海的医院去检查 回来之后 我就在家里住了两天 住了两天我就好了一点 我就走了 因为我正好 浙江有一个合作福分嘛 在这之前你身体很不舒服 沈女士也没有管你 没管 她从来不管 你说这个跟你后面去浙江有什么关系吗 你有关系了 你知道你走的时候她也有不舒服吗 不知道 电话怎么联系不上呢 电话都没打过电话呀 你有把她拉黑吗 我没有把她拉黑 都没有 没有 只是她没有联系你而已 没有 没有联系 这个家还是她的家嘛 她还有个做丈夫的责任嘛 但我问一下沈女士 她不舒服你知道吗 她不舒服我知道 她说你不陪她也不管她 我不管她 因为我在家呀 我没走呀 我去了上班 其他的时间都在家 她的一举一动我能观察得到呀 她就是有一点咳嗽 我天天在家烧饭吃 为什么没人照顾你呢 是你不想吃还是我不照顾你 这一次就是这样的 离家也好 怎么样也好 好像在刘先生这里是有原因的 这不是第一次 都说患难见真情 感染病毒之后 正是沈女士身心最脆弱的时候 恰恰在这个时候 丈夫的漠不关心 不闻不问 深深刺痛着沈女士的心 可即便如此 这件事也不足以摧毁 她们三十年的婚姻 那么导致她们婚姻破裂的 真正元凶究竟是什么 很快 沈女士给出了答案 据她说 一年前 丈夫也是突然完失踪 通过调查 沈女士拔出萝卜带出泥 拆穿了丈夫的谎言 没想到 丈夫这次又顾忌重演 一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去年我一年在老家 他在上海 他爸生病 我就在家带小孩 是否他老爸 那一次他也失踪了 你怎么发现呢 因为他老妈想他嘛 就怎么跟他联系不上 然后他弟弟也跟他联系不上 我也打不通电话 他那个大的弟弟在上海 因为我在老家 他大的弟弟在上海 报警到110 在警察查出来 他的身份证在直江 最后是通过 在警察的帮助下 把刘先生找回来 对 那找回来以后 问清楚了吗 你这到底是干嘛呢 他说去谈客户 去谈生意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谈的 什么样的客户 要把手机关机 要不要我改机一下 要谈几天几夜 那就正好我回老家嘛 去去面到浙江去 到浙江之后 是来电视事情生意 那个客户没来 就等我再等一天嘛 我就等了一天 等一天 正好就说手机没电了 不可以充电吗 现在什么年代 我知道呀 充电之后 那个手机一直放在 那个宾馆里面 没能够打电话呀 那这么多天 你没想过 给家人说一声吗 就莫名其妙 人找不着了 我知道呀 中号电视 我立立的 打电话给我了 因为他到派遣所 就报警了嘛 所以我到浙江来了嘛 那是第几天了 第二天 第二天就联系上你了 到了第四天 还是第五天 但是手机上 没电 他们那么巧了 最后你怎么认定这个事 因为我知道 他浙江有一个 那个女的 我就是没点破 我就等他 跟我一个交代 好像神女是心里 也有点底 你是怎么知道 这件事的 这个人的存在 你确定吗 前年还是 大前年的时候 他有一天晚上 他正好在洗澡 那个女的 正好打电话来了 他手机放在桌上 我就拿过来了 然后他洗完澡 他就看到 我拿到他手机 他就急嘛 然后我就把他的手机 搞了几张照片下来 然后我就问他 这个女的是谁 他就一直也没解释 你搞了几张照片下来 是什么照片 什么是他们两个 暧昧的照片 他也没跟我一个解释 你之前心里就有猜测 但你没挑破 对 你是等着刘先生 给你一个说法 对 你希望他给你的是什么 在我面前认个错 如果说你不离婚 你就跟外面彻底断掉 要到了这个态度吗 他认错了吗 当时没有任作 好像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他就自己给我写了一个保证书 这个保证书我看到 第一条 保证永远不和外面的女人一起玩 第二条是 要做好自己努力挣钱 有时间把家里和自己 收拾得干净一点 没事不去外面 不相关的人聊天 这上面犯了每一条错误 光身子走人 这个是刘先生主动要写的 对 因为是没办法 我就写了一次 因为我是不想离婚 对吧 因为小孩年纪还没成家 我也想保住这个家 因为他以前也写过 都没用 刘先生 那这个就有点矛盾了 对 那你这外面 这个又算怎么回事呢 这是红颜知己吗 没有办法呀 不管是跟红颜知己的暧昧 还是曾经对婚姻的不忠 刘先生一句认错 一直保证 就把妻子给打发了 当时的沈女士伤痕累累 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孩子 为了保住这个家 她默默擦干眼泪 咽下所有委屈 继续维系着表面上的和谐婚姻 可刘先生并没有收敛 而是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有一天 刘先生发现了妻子的一个秘密 他顿时慌了 我发现他自己也对不起我的事情 刘先生提到的这件事 发生在几年前 当时正是夫妻俩在上海打拼多年 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候 口袋裹了 刘先生有些飘飘然 那时刘先生天天在外应酬 与异性暧昧不清 一次争吵后 沈女士赌气搬到了单位宿舍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刘先生察觉到了妻子的异常 发现妻子做了一个 让她震惊和不可思议的疯狂举动 孩子都不在身边 他就是一直居在单位上面 他不回来 有一次他不回来 我就过去了嘛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怎么不带来 我说你带哪去了 他说去去玩去了 有男的带他去玩呢 你怎么确定的 当时是怀疑你 然后呢 怎么证实他在那里 以后这个证实是这样的呢 都过了好长时间了 他手机里 那个男的跟他的照片 我就看到了 摟在一起嘛 我就看到了 那最后这个事呢 怎么处理了 无用无地消失了 你没什么态度吗 关于这件事 就没什么态度 就这样的呀 接受了 那没什么办法 就像为了这个家伙呀 什么都没说 没说 那真的就发生了就发生了 让他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呢 你这个男人是有什么短处 在他手上吗 自己什么想的 因为我自己 年轻也犯过错呀 大家都年轻了 我这没办法呀 我自己也犯错 也就是在这之前 除了这个红颜知己 你还有别的女人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 所以你犯错在先 然后沈女士也犯错了 所以在你心目当初 是觉得扯平了吗 但是到时候 我逼着她这样搞 这个事情我有过 但是那时候 也是带着情绪的 也有一点生她的气 她后来骂我是怎么骂的 她就说 像你这样的女人 你送个人家 人家也不要 你盗贴人家也不要 她在什么情况下 说这个话的 我说她她就是这样 她说你也到外面去找呀 有一次 我不知道是在干什么东西 正好也好像是拿不动 还是怎么搞 那个男的就帮了我 就慢慢地也就说 那个人就是关心了吧 关心了后来 我就跟他 我这个苦我就诉一下 想想这些事 我说我就看看 我有没有人要 你不老是骂我 没人要吗 就是第一次 也就是最后一次 你给我的感觉 是为了毒口气 对 你有给刘先生一个解释吗 我跟他说了呀 你不是说我没人要吗 我就是报告你 就这个事发生以后 你们两个人 有没有坐下来 聊过我们的日子 还要不要过 因为前面的事情 过去就过去 我们想过 就好好过下去 因为为了小孩 两个人都是为了小孩 他也是答应可以的 那可以答应 又没用了呀 他还是这样 刘先生 刘先生 这日子过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因为当时我能开场嘛 人家又能飘 是吧 当时 不管怎么样 外面有人 我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也错了 我错了 但是你不改呀 改过了 怎么会改 那到现在为止 你还没改掉啊 现在是越来越恶劣了 不是说改了 沈女士对刘先生 失望透顶 为了挽救这段婚姻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甚至以错制错 结果 错上加错 对此 他已经追悔末期 而刘先生 在经历了妻子的背叛后 依然不舍得离婚 而是选择挽回妻子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沈女士说 一切都源于2009年 两人共同经历了一件大事 正是这段 共度劫难 刻骨铭心的过往 让伤痕累累的两人 即便是鼻子憎恨 也依然兜兜转转 走到了今天 好的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开场 好多工人 8月半那天 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聚 4号晚饭 我在刷碗 就那个工人就过来叫我 他说老板娘 乖乖乖你过来 看看老板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那时就在全身抽搐 我都不知道 我也没见过 我说你们赶快给我打120 赶快给我打120 我就把他放在地上 把他送到医院 医院你一查出来 就是说他是脑膜瘤 当时医生就说 万一是恶性的呢 你这个手术做的就没意义 我说不管是恶性良性 只要能救人 你就跟我做 做好手术以后 就是一个礼拜出院嘛 一个礼拜出院 然后又发高烧 高烧又烧了一个礼拜 就这个过程全是你在身边 全是我一个人在身边 而且我是白天黑夜的 没有一个人替发我一下 没人换手的那种 没有 这个过程照顾他大概多长时间 一直照顾得到 但他做了第二次手术 头颅补好 那他这个就算手术术后 他其实也是要休养 很长时间的对吧 对 所以09年 我就把场关掉了 就让他好好恢复吧 正好就是在那个时候 所以我说你以前犯的错误 我全部原谅你了 他说老婆我这一次 要是如果你把我救回来了 我现在我就回来 就好好的对你对小孩 你看我在外面这么多女人 生病只有你在我身边 就说了那一句两话 在你最艰难的时候 沈女士她对你的照顾 她没有 对 我承认 我承认 她是底下的照顾 我是说到前 我们在上海打运三十年是吧 前二十年 她底下是很好 就是我在外面 放的那些照顾 她对女儿弄我 刚刚沈女士说 你说的那番话 是你的真心话吗 我在外面那么多女人 我生病的时候 只有你在我身边 是我的真心话 我知道 因为外面的女人 毕竟是什么外面的 你真的感谢她吗 把心底里认她这份好吗 那很硬的应该好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我们知道 有相互要扶持的义务 相互照顾扶持 夫妻之间还有一条 相互忠诚 不管怎么样是吧 我们那个事情 已经是枯去了 没法复回到以前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打算我还是不想离啊 还是想挽回这个家 那怎么挽回呢 我打算还是想跟她好好过 怎么好好过 你有打算吗 她真正了解得好 我外面的缝纫自己是吧 我毕竟把全部断掉嘛 怎么这样调解得好 你告诉我 了解得好 你有什么要求吧 我要求就是她第一条 性格改一下 我今晚一定要 那个吃饭啊洗衣服啊 都要跟我去是吧 要照顾好你 照顾好是吧 如果说她都做到了 那我也做到了 就是跟外面的女人 全部断掉 对啊 那我问一下 沈女士 沈女士 你的想法呢 说到现在 就是离婚 没有余力 一点余力都没有 没有 她刚刚说的 你做到那几点 她是可以在外面断掉的 她现在还有什么 向我的要求 叫我做那几点 所以在你看来 她根本没有提条件的资格 没有 你们各自总结一下 30多年的婚姻 带给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叫她自己不得太略 首先一条 我们最少离多 沈女士呢 我这个老公 这一辈子就是真的 叫我太痛心了 我真是恨得多 到现在我是恨得多 你觉得你们婚姻 最主要的问题 集中在哪个点上 最大的就是她一直这样 不敢 沈女士坚决要离婚 她说这段婚姻 已经变得千疮百孔 她看不到任何希望 因为她无法再相信 刘先生 如同空投支票一样的 所谓承诺和保证 更何况 对于她曾经犯下的错 刘先生至今仍耿耿于怀 而刘先生 虽然多次背叛婚姻 却始终念及 妻子在危难时刻 关了工厂 辞了工作 照顾自己的共患难之情 所以她极力想要挽回妻子 那么她们的婚姻 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对于沈女士离婚的诉求 观察员们会支持吗 对于你们的离婚 看看我们各位观察员老师 是一个什么态度 各位观察员老师 支持他们离婚的 就按红灯 不支持的就按蓝灯 来 开始 好 现在是四盏红灯 一盏蓝灯是吧 你是没按错 就是蓝灯是吧 好 我选择不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大家既然今天来这儿了 肯定不是冲着离婚来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认为两个人 心里是有情在的 曾经的二人都是共患难 为了家庭打拼 也吃过不少的苦 那么今天即使在这儿 您离了婚 但心里依然断不了 所以我认为 保持婚姻关系 更符合二人 真正的心里的期待 男方所谓的红颜知己 包括女方 因为男方出轨而赌气出轨 即使双方都是有一个出轨行为 但是在你们二人 共同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处于互相原谅的状态 也是因为彼此都离不开 为什么今天女方要坚持离婚呢 还是因为想让男方断个干净 彻底回归家庭 可是女方心里又不是很相信 男方能做到 所以我认为啊 如果说男方今天能够迷途知返 习心革面 回归家庭 那么这个日子还是有盼头 能够过好的 我先和刘先生说一说 你不仅不忠诚 你还不负责任 玩什么失踪啊 你自己坐在这儿 扪心资本想一想 你对我们所有观察员 和老师说的话 多少是满嘴跑火车 撒谎 怎么你一出去手机就没电了呢 那么凑巧呢 怎么一到浙江就有客户呢 你今天来南昌有客户吗 第二 你自私 自我 到今天现场为止 为什么坐在旁边的女人 坚决要离婚 因为你不知悔改 今天难道你又来保证吗 这是什么三观 什么逻辑 什么思想 我想问问你 你每说一句 红颜知己的时候 你知道坐在旁边的这个妻子 至少现在还没离婚吧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 我对你的总结啊 行动上面 你用下半身去思考 思想上面 想要一个所谓的家 自己又不想负责任 又控制不住自己 你的良心在哪 为什么我要问你良心 你重病啊 危在旦夕啊 他送你去医院去照顾你 无微不至啊 你好一点 又开始放飞自己啊 当你一个人在外面玩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干嘛 他在替你尽孝啊 照顾你的老父亲呢 沈女士 他都这样了 一而再三而三的 为什么你要委屈求全呢 我搞不懂 为了小孩子 那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为了小孩 难道看你们两个都这样吗 这是你希望给你们孩子 营造的婚姻的形象 和婚姻的概念吗 所以我对你的建议是 不需要挑战底下 也不需要一人再人 也不需要看一次又一次 所谓的保证书 是坚持你自己的原则 沈女士 我知道你在隐忍 但我不觉得这是美德 我恰恰在你身上 看到的是 懦弱 麻木 甚至无知 沈女士 你看啊 丈夫和别人暧昧 你居然可以只字不提 按下不表 丈夫 在外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 花花草草不断 你也能够接受 你依然可以熬三十年 我觉得更错的是什么 当丈夫 瞧不起你 放出狠话 说你这个人是没人要的 你居然为了证明 他是错的 你出于报复之心 你也去犯错 你明知道他是三观不正的人 你却要去把他的话 去左右和定义你的人生 和做人的标准 这就是我犯的最大错 所以我想说 我们说我们是生气 但是我们说 我们不要去生气 要争气 你争的是哪门子气啊 所以最后我想说 这段婚姻我确实觉得 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 学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学会强大自己 重新做回自己 沈女士说这三十年 过得那么憋屈 那么难受 我想说 这是你们两个 共谋出来的结果 这个世界上 有施虐的 往往是因为有受虐的那一个 他不跑 他忍着 他总期待有一天 随着对方年龄变大 时光流转 他能够收敛本性 他能够改头换面 他能够从善如流 但是其实并没有 这二三十年 你只是在纵容他 纵容他一次一次的伤害你 纵容他 在看到他无论做了什么 你都不会跑掉 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 对 就是 如果我们用一句老百姓经常说的话 就是吃定你了 吃定你跑不掉 吃定你不会跑 吃定你会一忍再忍 一退再退 然后把自己的底线 自己踩在脚底下 我不是责备你 沈女士 你对你自己 对自我 没有那么强的认同感和存在感 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的孩子 为了我的老公 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 那在那一刻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你在哪里的 我是谁 我有什么价值 我也值得被别人尊重和高看 而事实证明 你付出的不比这个男人少一分一好 你对这个家庭的贡献 不比这个男人少一点点 那么何必老是把自己定位在 一个弱女子这样的身份上 对吧 到了这个年龄 过好自己 对自己更好一点 懂得心疼自己 而不是无限地去忍忍和委屈自己 你们的婚姻 应了现在最流行的那句话 一个人不断地去犯错 这个人没错 原谅他的人才有错 我们刘先生从未曾断过对婚姻不忠的行为 但是我们沈女士却不断地原谅他 那沈女士原谅至今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我们刘先生从来没有被感化过 也从来没有自律过 而是导致了沈女士 一忍再忍 终究是忍无可忍 沈女士今天是铁了心地离婚 非常坚定 我个人认为 她离婚的态度和提议 也应该得到支持 那么刘先生 这啥系列呢 非常值得分析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 逃离婚姻之外 但还一再地要留下这个婚姻 刘先生跟我们主持人对话的时候说 要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婚姻才能继续下去 那就是沈女士愿意在生活 洗衣 做饭方面 照顾你 也应了 刘先生生病的时候 所说的那句话 我在外边很多女人 但我生病的时候 照我如亲人的 唯有沈女士 所以刘先生不傻 这种事情 你真的不能一厢情愿 更不能一厢情愿 沈女士对你的照顾会 无论你怎么伤害她 她都心甘情愿照顾你 你拿她当什么 一如你看到的 沈女士很冷 哀莫大过心死 对吧 除非你有本事 让她死了的心复苏 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能两三年 在你戒断外边所有的红颜知己之后 愿意清心寡欲 愿意换回她对你的真心 那花个两三年的时间嘛 也许 还有可能 刘先生不愿意放手 沈女士是否还愿意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呢 带着这个问题 观察员李小云和廖喜玉 分别带着夫妻俩进入密室调解 密室里 沈女士告诉观察员廖喜玉 丈夫刘先生如今不仅不思悔改 反而常常拿她过去犯下的错说事 这是她没法接受的 她现在就是抓住你那一点 现在一张嘴就拿了这个话 张嘴就拿这句话 那你就反告诉她呀 你现在才知道啊 你多次的背叛我 多次的出轨 你现在才知道 你问问她呀 与此同时 观察员廖喜玉告诫沈女士 任何婚姻的背叛行为都是错误的 无论她有怎样的理由 她的出轨行为实际上已经深深的伤害到你 结果你用报复的方法 我也让你品尝一下 被背叛的这种伤害有多痛苦 但是你这种报复性的行为 其实你也把自己推向了 所以我做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在你这个 实际上你也伤害了另外一个女人 沈女士表示 过去犯下的错对她来说教训深刻 而谈到还能不能再给刘先生最后一次机会 沈女士表示了断然的拒绝 老师说了这么多 你现在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现在我不想给机会 因为机会给的太多 因为我真的是伤够了 密室里 刘先生告诉观察员李小云 为了孩子和这个家 他和妻子都付出了很多 妻子曾经对她的好 她也一直记在心里 脑袋做手术的时候 她不离不弃的一直在照顾你 你这个你是认的对不对 对 就是你妻子对你的这种好 对你这种关心 那你有没有想过 她为什么会从当初那个贤惠的 同甘共苦的这样一个妻子 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对你彻底心灰意冷 就从不离不弃到不离不财 刘先生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的行为 给婚姻带来的破坏性伤害 他表示愿意改正过去的错误 尽可能地挽留住这段婚姻 不离分 好好地把它顾下去 问题是你用什么来留住你的妻子呢 首先外面是一跟她弹掉 不来往 在另外的家里跟孩子好好去沟通 再增加父亲的感情 这个我承认做到 但是她也可 她的这种性格就这样下去 我也受不了 烧饭她烧她的 洗衣服她洗她的 好像两个人虽然是夫妻 但是实际上什么关系都没有 这一切您一定要明白 有因得果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她要实在要离婚 我也同意 刘先生表示 愿意接受离婚的结果 最后双方就离婚后的安排 进行了协商 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 双方在调解现场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们从密室出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看我们两位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的想法还是坚决的一份 因为她伤害了 伤害了我太多了 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我也意识到我自己的错误 我也知道我自己对婚姻不忠 我自己以前错了 是吧 对于老婆造成很大伤害 也就是自己错了 那你对你曾经的行为 有认识 这也是一次做人的成长 曾经在婚姻之内 你不忠于婚姻 你只忠于自己 一般只忠于自己的人 确实适合单身 只有忠于婚姻的人 才适合在婚姻之内 选择婚姻的生活方式 那么你对于沈女士 还有什么话要讲的吗 我对她讲的就是 在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她抵较是很辛苦 我因为我分音不忠对不起她 跟她逃生伤害 有结束就有开始 一个旧的结束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可能今天你们的关系结束了 但我希望 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这个开始 让你们两个都能幸福 这是我们给你们的 最真心的祝愿了 调写结束了 刘先生和沈女士 决定各奔东西 他们的感情覆水难收 选择分手 也不是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用伤害对付伤害 用错误惩罚错误 这样的做法 应该让很多人引以为戒 以错至错 只能是错上加错 希望沈女士和刘先生 都能吸取教训 在今后的人生道路 和感情生活中 坚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规放好自己的言行 为自己负责 也为孩子树立起好的榜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